假如智商可以当钱花 答对问题 可以买下超市 对呀 就是智商可以当钱花 真的假的呀 别欺负我读书少啊 那你也要答出来问题呀 那行 你出题吧 好 大象的鼻子是动物园里的第一场 那第二场的是谁 第二场的是谁 我知道了 谁 猪 回答错误 老板买东西 来写答题 什么题呀 答什么题呀 答对这个问题超市就是我们的了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的真 既然这样 请出题吧 好 说大象的鼻子是动物园里的第一场 那第二场的是谁 普通 这么简单你都不会 你会打呀 长颈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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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什么 回答错 你也没回答对呀 不应该是长颈鹿吗 长颈鹿是脖子肠 又不是鼻子肠 也对 不过呢 你等着我们有人能回答出来 不可能 不可能 等着 我们的学霸来了 智商两百八 低调低调低调 我智商三百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好请听题 小夏 哎呦都学会抢达了呀 不过呀不是这道题 啊 蛮急了 蛮急骂我呀 你这帮呀 吐一吐 好 有一种动物在天上是四只脚 在地上是两只脚 在水里是三只脚 是什么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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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鹅 不对 那是 你说 高处长你说 小鹅 你还扁嘴子呢 不对 你会吗 你会干咋 哈哈哈 打扰了 他也打扰了 就这智商还想买我的超市啊 你们知道吗 你会干咋